接著轉換焦點 帶您看到的是新北市民進黨議員 邱廷衛的弟弟 他因為連續兩天遭到交通違規 遭警方開單 而邱議員表示違規停車的話 應該要先以勸導來代替開單 他說他也接到很多民眾來陳情 於是就請三重分局長 以及交通組長到服務處來解釋 不過這個行為卻被外界質疑 是對警方施壓 而邱廷衛他本人則是無奈喊冤說 他說自己的弟弟違規是事實 而且他已經有跟弟弟勸導過了 希望他之後可以遵守交通規則 邱廷衛議員15日 叫三重警分局長 以及交通組長兩人到服務處做解釋 表示為何違規停車 不先以勸導代替開單 而是直接開單 對此邱廷衛的議員表示 因為有接貨在地民眾陳情 再加上弟弟也因為違規停車 遭到罰款 他才會請分局做解釋 但弟弟違規部分都是他個人的行為 已經有跟他勸導 希望他之後可以遵守交通規則 而對於邱議員他叫三重的分局長 以及交通組長到服務處做解釋這件事情 三重分局今天也做出回應了 三重警方透過聲明稿表示 當天分局幹部為例行性的前往議員服務處來拜會 並探尋有無警政相關的議題 至於邱議員的弟弟違規遭遠警開單舉發一事 警方也證實的確有這件事情 相關的交通違規都是依照規定 治單舉發一切依法辦理 接著政治消息 一旦您看到的是準行政院長卓榮泰今天公布了第四波的內閣名單 包括了衛福部長由台大醫學院教授邱泰源出任 而行政院副秘書長則是由何沛山來接掌勞動部 古秀菲接下課委會 而援助民族的發展中心主任曾志勇則是升任原明會主任 不過其中最令大家關注的就是環境部長 則是由黑馬氣象專家彭啟明出現 彭部長是一位大器物理學的博士 大家對他的熟悉他是一位氣象達人 從他每天要出門的裝備就知道今天的天氣到底會如何 他擅長於將他的專業知識的資訊傳達給社會大眾 也透過正確的風險認知 還提升了台灣防災應變的能力 他從長期投入開放政府跟淨零排碳的工作 協助政府跟民間各個企業達到淨零轉型的目標 卓榮泰表示彭啟明是大器物理學博士 大家都知道他是氣象達人 因應氣候變遷環境部會需要做更多的努力 希望在彭啟明的帶領之下可以協助建立本土綠色金融環境 這些都需要他做很多跨領域的協調 各界團結共同落實 對於街掌環境部 彭啟明就表示了服務工職從來不是他的選項 但是在極端氣候的挑戰下 台灣很需要有上位的氣候治理思維 還有包括2050年要淨零碳排的目標 他說他明知政治路不好走 但是仍然願意接受挑戰 而彭啟明也在會中透露自己與準總統賴清德之間的源源 我記得是賴清德副總統在市長的任內 他請我很多次去台南市政府去分享氣候變遷 其實我那時候是市長的時候認識 那之後呢當然可能各位不知道 我曾經得過一個資訊人才結束獎 還是賴清德總統當行政院長的時候頒獎給我的 所以其實我跟他算是一個君子的一個朋友相交 那當然我們在這個氣候聯盟成立的時候 也感謝賴副總統當時推了一把 把八個大企業把它齊聚在一起 那我們後來呢 當然這個部分我其實是4月上旬的時候 接到賴院長的邀請 希望我可以來接受這個工作 當然我個人是天人交戰 因為我來自於產業界要到政府服務 的確是蠻這個有一點壓力的 特別是要說服家人 但是我想我勇於來做這個事情 我勇於我願意來承擔這個事情 接著呢帶大家來持續關心天王星大樓的拆除進度 天王星大樓5樓的乳牛貓 Oni終於在18號深夜找到了 而穆哈目前呢已經成功誘捕回到了媽媽的身邊 而天王星拆除工程的來到尾聲 工程人員是在16號晚間的時候發現了Oni 原本呢是想要捕捉他 但是因為Oni當時太過緊張了 就跑進了地下道的這個下水道裡面 而當時四主跟志工則是苦尋兩天 終於在昨天深夜盼到Oni平安回家 Oni自從地震以來一直不見蹤影 讓媽媽擔心她躲在經常躲藏的衣櫃當中 而衣櫃因為地震傾斜才會把Oni關住 13號拆除工程到5樓的時候 急劇掀開牆壁就看到Oni在衣櫃中愣住 接著她因為緊張而逃進石堆當中 從此失去蹤影 在尋找Oni的期間 媽媽還用錄音在拆除作業外圍播放錄音 祈求這寶貝快點平安歸來 而原本跟Oni一起沒有被找到的 還有8樓的花花 不過就在15號晚間 花花式自行進了幼捕龍順利回家 剩下Oni遲遲沒有限蹤 讓許多人都很擔心 如今躲貓貓冠軍的Oni終於順利被捕獲 也代表天王新受困的動物們全部平安獲救 終於結束漫長的躲貓貓大賽